在河道边缘之前 他几乎没什么名声 低调得很 听说长期居住在一个混沌世界中 过着平凡生活 还是成了四部道军之后 因为些恩怨一战 连斩杀了二十余位道军 以碾亚性的实力将偌大一个大宗门 进阶覆灭 让无尽疆域都为之震惊 这才成名 不过还没过多久 他又合道成功 成就永恒 成就永恒后 接连挑战一位位永恒帝君 战无不胜 不过他未曾杀一名帝君 后来又挑战古老的三大主宰 三大主宰从无尽的过去到如今 一直站在最巅峰 没谁能撼动他们 外人都不知道 当初挑战的真正情景 询问新建帝君时 新建帝君说了句 我败了 可三大主宰中 另一名主宰 古修行者的那位伟大主宰说了句 他的实力足以媲美我等 就这一句话 新建帝君就成了传奇 虽然他崛起极快 挑战后又漂泊流浪 去了赛无消息 可是后来的大能者们都认为 新建帝君应该是无尽岁月以来 最接近三大主宰的一位帝君 他的新建树也非常受推崇 可惜他从来没将自己的建树 完全传授过什么弟子 仅仅在漂泊离开之前 留下了一卷完整的新建树 在道蒙之中 这一卷新建树就成了道蒙的宝贝 外界流传的太多的是残缺的 真正完整的唯有道蒙拥有 像芒牙国等势力付出巨大代价 也不可能弄到完整的一套新建树 他的建树单单建道奥妙 虽然极高 可一些新斩杀帝君的逆天道君们的建树 建道奥妙比他高 伟大主宰感叹道 不过他厉害 就厉害在竟然让心力修行者 和神魔流修行者几乎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威力才能那般的暴增 十二金甲大能也点头 按理说 心力流 炼气流 神魔流 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流派 比如像贝塔莱恶战斗时 他最多靠一些幻术 或者靠新知世界投影压制束缚敌人 总之靠一些心力手段辅助 而后近身搏杀 可是 新建帝君却不同 他神力爆发施展神通 一剑出 威能浩荡 而心力以虚幻影响现实 心力自然而然 和一剑结合 使得心力神魔流 无比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威力有了一个惊人的提升 而后 才被后来的大能者们认为 是最接近三大主宰的帝君 剑功 恭喜北明师兄 北明师兄 得以剑塔承认 如今 也是我剑功第七位剑军了 纪宁心情极好 也应付着这些同门们 忽然 他看到了剑塔林边缘 出现了一道金甲身影 穆华师兄 纪宁立即就认出了 北明 随我来 穆华公主传言道 诸位 公主召我 我就先失陪了 纪宁和身边一众修行者们说了下 那些修行者们也看到了远处的穆华公主 很快 纪宁和穆华公主一同行走在山林之间 北明 你如今得到剑塔的承认 成为了剑军 按照规矩 你可以在神兵谷 任选一件不超过百万方混沌林业的宝物 穆华公主说道 这也是我剑公对剑军的特殊对待 也唯有剑军有这份好处 纪宁眼镜一亮 不超过百万方 这可是颇大的手笔了 也对 剑军都是随时能成道军的 且一旦突破都不是一般的道军 这才值得栽培 对了 你如今成了剑军 有一件事 我也该告诉你了 穆华公主笑着道 整个十二宫 几乎所有得到古塔承认的世界镜 如今都在准备着 因为有一份大机遇在你们面前 大机遇 济宁一货 嗯 整个十二宫 最终会有四名世界镜 得到这份大机遇 这是真正的大机遇 我们十二宫都是拿不出的 整个无尽疆域 恐怕只有伟大主宰才能拿出这份机遇 如果不是因为为了他们皇族的一个小家伙 伟大主宰肯定是不会拿出来的 穆华公主很清楚 在伟大主宰的心中 皇族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皇族 伟大主宰才舍得 给十二宫四个名额 一是十二宫 也算他的归下 这二呢 主要是那个皇族小家伙 有四个帮手了 一宇宙的古遇 虽然是绝地的机遇 可也是非常可怕危险的地方 这越大的机遇 从来也都伴随着越加可怕的危险 整个十二宫得到古塔承认的 应该有很多吧 吉宁疑惑 就四个能得到吗 仅仅四个呀 我怕我们建功一个也得不到 你刚得到古塔承认 且加入我建功时间还短 失败也没什么 不过好好努力吧 按照主宰的话说 你们中最强的四个 会得到这份机遇 木华公主说道 她的确没对吉宁抱有太大的希望 虽然吉宁得到了建塔的承认 可其他六位建军 早就得到建塔承认了 估计还有一百多年 主宰就会从你们中 选出四个最强的 一百多年 吉宁暗暗点头 看来得做准备了 哦 对了 你之前得到古塔承认施展的剑术 你可知道这剑术的名字啊 木华公主问吉宁道 吉宁却是摇头 不知 我也是机缘巧合得到这门剑术 因为不知道它名字 所以给它起了个无名剑术这名字 哎 木华师兄 你知道吗 吉宁顿时目光炽热起来 刚才施展的第七式天地之心 吉宁就发现了 虽然这一式比学俭帝君的轮回式要稍微难一些 可剑道奥妙其实是同一层次的 难就难在 无名剑术这一招天地之心 更加的虚无缥缈 更加的追求心灵的感觉 是心力和剑招的完美结合 吉宁在心力上的确颇有天赋 虽然心力不算强 可还是施展出了这一招 如果他的心力更高的话 甚至达到第六层 创出自己的心之世界 那这一招的威力可就大多了 这是心力流和剑道完美结合的剑术 吉宁施展出这一招后 就明白这一剑的珍贵之处 立即就渴望起来 我的确知道 木华公主点头 这门剑术是一位实力 惊呼媲美主宰的帝君大能所留的 吉宁心中大喜 总算知道无名剑术的来历了 木华公主接着说道 这位帝君名为新剑帝君 他崛起很快 在一段时间内 是整个无尽疆域最耀眼的 不过他在绽放耀眼光芒后 也很快就漂泊流浪去了 他的实力 应该是无尽岁月到如今 最接近三大主宰的 吉宁点头 他炼成无名剑术第七事后就发现 单论剑术 这位新剑帝君和雪茧帝君相当 新剑帝君厉害就厉害在将心力和剑术真正的完美成一体了 使得剑招威力力极大增 怕是比雪茧帝君绝对要强上一大截 能媲美三大主宰也就很正常了 也并非雪茧帝君弱 雪茧帝君在世界近时创出了轮回式 借此突破成了盗君 若是在剑塔林自创出轮回式 也是能够得到剑塔承认的 这等剑术仗之突破 一部盗君都能匹敌一般较为普通的二部盗君的 当然 贝塔莱厄东修要妖孽的多 他们一突破 一部盗君就能匹敌三部盗君 可越是艰难的路 成为帝君也就越难 太过妖孽 成为帝君也是越难 无尽岁月到如今 也就三大主宰做到了 他的剑术叫什么呢 纪宁追问道 他漂泊流浪前 在盗蒙留下一卷完整的剑术 名为新剑术 木花道君说道 也只有道蒙这一卷完整的剑术 道蒙才有啊 既您有些失望 嗯 因为这是唯一门将心力修行者和神魔流炼气流完美结合 且能够成就永恒的剑术 神魔流的可以和心力和剑术完美结合近战搏杀 炼气流也可以驾驭飞剑 一样心力和剑术完美的结合 能媲美主宰的剑术 且就这么一份 道蒙自然不会外传的 任凭我芒芽国付出再大代价 他们也是不愿的 这已经不是宝物能换的了 是一方势力的根基注石 木花公主说道 外面流传的都是残缺的 你一共得了几事啊 就前七事 木花公主有些失望 前七事是新建帝君在成为道军前所创 也是流传最广的 我还以为你有特殊际遇呢 对了 你去藏书鼓楼翻看了吗 藏书鼓楼残缺的剑术中就有新建树的前十事 啊 藏书鼓楼就有啊 济宁惊喜得很 藏书鼓楼毕竟摆放的剑术太多太多 残缺的足有数千万卷 每一个都需要神识渗透查看 即便仅仅是全部看一遍 一天看千卷的速度算是很快了 也需上百年 这是我芒芽国付出些代价 买来前十事 可以进行公开传播的 木花公主说道 你毕竟是一名修行者 想必将来也能和盗蒙扯上关系 到时候也可以去盗蒙花费些混沌灵液 将那新建树一卷完整记下 纪宁点头 自己是天仓公一员 的确和盗蒙关系不浅 好好准备吧 还有一百多年 十二宫当中最终只有四个能得到那份机遇 木花公主笑着嘱托了句 纪宁和木花公主分开后 就立即前往藏书古楼 藏书古楼内 数千万卷的剑术 纪宁神石一扫 就很快发现一卷玉简上 有着新剑术三个字 过去纪宁不知道 现在却知道 新剑术就是无名剑术 果真是他 拿到这一卷玉简 神石一渗透 立即讯息就涌入到纪宁的记忆之中 的确是前十事 这上面也有关于这卷剑术的介绍 这卷剑术完整的一共有十五室 前七室是新剑帝君 在成道君之前所创 他就是凭借第七室成为道君的 后凭借第十五室成了永恒帝君 岳家之玄之又玄了 既您看到后面三室不由唏嘘 其实不是傻子也能看出这门剑术的第一室入门 就是新剑式 新剑式 对心境要求就极高了 需领悟新剑天地对剑的绝对掌控 后面一招招对剑和心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第六室灵溪一现迁 这灵溪领域比新剑天地要更加玄之又玄 完全是心有灵溪的感觉 第七室更胜一筹乃天地之心 直接引动了心力完美契合 一剑出仿佛挚爱的眼泪一般 他的剑术在剑道大能中算不得多高 既您在剑塔灵看多了 眼界也高得很 可这心力和剑术结合的奥妙 却值得我探寻 十二宫火焰宫之中 听说了吗 剑宫中一个叫北明的世界境 就在今天得到古塔的承认了 啊 世界境得到古塔承认 我的天哪 真是妖孽 剑宫有七位剑军了吧 有些黑甲道军在巡逻时也彼此的聊着 十二宫彼此间的消息流传是非常快的 须知一名世界境得到古塔承认 整个十二宫也就六十多个 一般都是一万年才出一个 这等得到古塔承认的将来注定了都不是一般的道军 真是妖孽啊 我们要进火焰宫都进不了 可那些妖孽的都能得到十二宫内的古塔承认了 在火焰宫门口的那些世界境们也很快的议论起来 为之感慨唏嘘 这位道兄 什么叫古塔承认呢 立即有一必发高寿青年询问道 哎 我告诉你吧 加入十二宫的世界境还算不了什么 他们中有些是都成不了道军的 物道境界够高 随时能成道军的依旧不算什么 唯有境界高到一定程度 才能引起古塔的共鸣 听说这样的世界境 只要愿意突破 一旦突破成一部道军 就能媲美一般的二部道军了 啊 什么 只要愿意随时能成道军 还能媲美二部道军 不少世界境为之震惊 一个个为之议论纷纷 啊 被明 在火焰宫外 一大群想要通过考验加入火焰宫的世界境之中 却有两个和纪宁是很熟悉的 一个是火仙子塑油机 另一个就是担保世界神了 他们俩这些年也是了很多次 可依旧无法通过考验进入这火焰宫 主人 他得到古塔承认了 火仙子尤为大喜 太厉害了 主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火仙子塑油机顾不得其他 转身就离开 朝远处火焰宫的时空传送阵就赶了回去 他要回建宫 自家主人有了这等大喜事 他这追随者 怎能不去恭贺呢 北明兄弟吗 胖乎乎的担保世界神也是一愣 剑宫 定是我那北明兄弟 北明兄弟和我说过他要加入剑宫 剑宫中一共能有多少世界境呢 道号不太可能出现重复的 哎 我这些年在这儿也一直进不了火焰宫 还不如跟随北明兄弟呢 担保世界神很快做出了决定 也转头离开朝时空传送阵便赶了过去 即便不追随纪宁 纪宁毕竟对他有恩 纪宁突破 他也得去恭贺一番的 苏油机担保世界神等了数个时辰 和其他修行者一起乘坐时空传送阵 从火焰宫抵达了剑宫 苏油机直接朝剑宫内走去 他乃是近宁朴从 是可以自由进入剑宫的 和苏油机一到来到剑宫的担保世界神 却是向祖陆的黑甲道君说道 前辈 我要见见北明剑军 我乃是他的好友 见北明剑军 走到前面 苏油机不由回头看了眼 这胖乎乎的担保世界神 片刻之后 剑宫内的山峰之巅 仙府之内 纪宁素油机担保世界神都坐在一起了 游记 这位就是我和你提到过的担保世界神 纪宁笑道 在星辰岛 他是第一个和我交手的 担保世界神有些惭愧 连声说道 我当时还真是不自量力 幸亏北明兄弟手下留情 否则当时我就没命了 纪宁一笑道 这也算你我二人的缘分呢 是是 是缘分 担保世界神黑黑笑着看着纪宁 那北明道兄 我在这芒芽国也无处可去 这些年一次次尝试 也没进入火焰宫 所以我来投奔追随你了 不知道能否有这运气啊 追随我 纪宁一争 然后随即笑道 如果你不介意 我自然欢迎 这么一个炼丹高手 别人可是求都求不来呢 哦 就这么说定了 担保世界神非常爽快的 连忙立下了一本命誓言 也是无尽疆域中 较为常见的追随者誓言 追随者的誓言束缚程度不会太大 如今的纪宁可是随时能成道军的 且还不是一般的道军 这样的存在 绝对是有资格让他担保世界神追随的 担保 见过主人 担保世界神站起来 恭敬行了毅力 好了好了 你我就无需这些虚礼了 他第一次见担保世界神就心生好感 这一胖乎乎 唇红齿白的少年 宛如婴儿一般 一切进阶表现在脸上 这样的赤子心性 在世界晋身上 还是很少有的 哎 总算有一靠山了 在盲牙国这些年 真是憋屈 担保世界神唏嘘感叹 火仙子 我们见面不相识 可如今也算是共同追随主人了 担保世界神看向一旁的火仙子苏油姬说道 苏油姬也是点了点头 你就不能多说两句吗 担保世界神无奈 火仙子苏油姬瞥了他一眼 笑了笑 血液云果是自己身上如今最宝贵的宝物了 血液云果 苏油姬疑惑 血液云果 担保世界神瞪大眼睛惊呼起来 你知道 苏油姬看着一旁的担保世界神 担保世界神 顾不得自得 连点头道 这可是真正的宝贝啊 是特殊环境下才能孕育出的特殊奇宝 它拥有玄妙莫测的威能 特别是对走火星一道的修行者 更是梦寐以求的 当然你不行 你们炼气流的身体太脆弱 根本经不起险云果能量的冲击 必须是神魔流的身体才能扛得住 而后强行转化火属性身体 到时候就能轻易驾驭一些混沌神火了 逃命起来 道军恐怕都没多少能追得上的 这么厉害 苏油姬吃惊了 连道军都追不上 他卖给神兵谷 可以卖出一百万方 纪宁说道 不过我希望能卖出更高的价 所以你们帮我把消息传开 只需传给那些黑甲道军们 他们肯定会不断的口口相传 很快十二宫都会知道 想必其中就有非常想要血验云果的 卖个高价 太简单了 交给我吧 担保世界神自信得很 你们尽管传出消息 即便有道军来找我 你们让他们开架即可 接宁说道 一百年之后 我会从箭塔林回来 选出其中价格最高的一位道军 将血验云果给他 好 明白 担保世界神速游击都是有些激动 虽然事情很简单 可牵扯到百万方混沌灵液 依旧让他们热血沸腾 好了 我去见塔林了 纪宁其身道 我现在能自由出路建功了吗 担保世界神有些担心 刚才还是纪宁亲自去引领他进来的 否则他就会遭到建功阵法禁止的攻击了 放心 你趁我追随者时 建功之灵就已经知道了 纪宁说道 建功有规矩的 每个建功正式成员 最多安排两名蒲丛 可以自由出入建功 现在苏游击 担保世界神都能自由出入了 可纪宁没法让第三个蒲丛自由出入了 纪宁当即化作流光 飞出了仙府大门 朝远处的箭塔林方向飞了过去 看着纪宁离开 担保世界神苏游击都感到了些压力 虽然事情简单 可毕竟是百万方的混沌灵业的事 我刚追随 这事一定要做好 担保世界神按道 我没什么能帮到主人的 这事一定不能让主人失望 苏游击也是如此 建塔林 既您放出时光草屋 又盘膝坐在其中 开始了修炼 希望能卖得更高点 我也没其他什么太值钱的宝贝了 纪宁暗道 虽然还有几件永恒神兵之类的 可都是很一般的永恒神兵 唯一能超过十万方的 就是另外一幅雪茧图卷了 那是纪宁离开星辰岛 前往建宫图中得到的一幅宫殿图 纪宁也没急着卖 真的差钱了 随时能卖掉 如果机会好 还能卖得更高一点 不过再怎么样 纪宁能卖掉的宝贝价格也不高了 血验云果 其实在十二宫买 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十二宫中的大能者们 几乎都在外面 像建宫虽然名义上 有过百位盗军 黑甲盗军不算 可几乎都是在外面闯荡的 也就十余位在建宫之内 十二宫个个都是如此 竞争者相对少 既您要卖出太高的价 也比较难 若是在盗盟的话 一些盗盟的盗军们 大聚会之类的 恐怕价格就卖得很高了 可是那时候 既您恐怕也成盗军了 血验云果就算卖的价格更高 对他的帮助也没有现在大了 时间流逝 在担保世界神苏游基的推动波澜下 建宫的北明建军 欲要卖掉宝贝血验云果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十二宫 血验云果 这最激动的 当初火焰宫的盗军们和世界镜们 可惜世界镜中九成九 也只能是想一想罢了 他们走火星一道 如果能有火属性的神体 那么修炼起来能更快一些 自然最是适合 血验云果 道弓 先立弓 剑弓 石空弓 生死弓等等 也同样对此 有着渴望的道军和世界镜 就像既您的剑弓 他的神体 却是雷属性神体 当然 如果走水行一道 或者走金行一道的话 是不可能弄个火属性神体的 那样会事半功倍 参悟起来都会受到干扰 那个北冥剑军小辈 要在一百年内卖掉 恐怕就是为了争夺那份大机遇啊 嘿嘿 诸位道友 我们何苦彼此争价呢 他既然肯定要卖 完全能压价嘛 立即就有道军有了想法 十二宫中的道军们 也有邪恶的 甚至走大罪孽一路的 虽然涉于誓言不敢对纪宁动手 可压价却是很正常的 现在报出的最高价是一百三十万 剑弓先府担保世界神直接说道 什么 全身散发着狂暴毁灭气息的老者周梅道 谁报这么高的价 这点不能外泄 担保世界神淡然道 如果你价格不比这价高 就不必说了 你这小辈 哼 老者恼怒 转头就走 担保 看着老者离开 苏游基悄然传音道 你故意骗他 到时候没谁出太高价 不就麻烦了 放心吧 担保世界神自信的很 担保世界神他们也发现 道军们没急着出价 毕竟 纪宁给出一百年的期限 他们不想在刚开始就把价格弄得太高 甚至暗地里还有些道军都有了不约而同的默契 过上半年 这散发狂暴气息的老者又来了 我出一百三十一万方 这老者出价了 现在最高的价是一百三十三万方 担保世界神睁大眼睛说道 啊 老者惊愕 担保世界神的价格一次次的变化着 一百三十三万方 一百三十五万方 一百三十六万方 一百三十七万方 每半年或者是一年都有些提升变化 面临价格的不断上升 原本有默契的道军们有些焦急了 谁 谁在一直出价 怎么价格一直在涨啊 当价格一直不涨的时候 他们都能淡定 可价格一直涨 就让他们有些焦急了 对此 担保世界神却是暗暗得意 也不看看我是干啥的 我是炼丹大师 我不但擅长炼丹 这卖灵丹也是懂的 卖宝贝也是要点技巧的 这些价很多都是虚假的 可在担保世界神蛊惑下 还是引诱出了一些真实的报价 转眼一百年过去了 如今最高报价是一百四十六万方 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年了 担保世界神道 我主人他随时会从箭塔林回来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就是最后截止之时 报价最高的将得到血烟云果 什么 他主人一从箭塔林回来就截止 现在是最后一年 那北冥建军不是随时可能回来吗 原本一些较为有耐心的道军 也按捺不住了 毕竟一旦纪宁回来 他们错过了 可就没有了 他们不认为担保世界神会撒谎 因为面对这么多道军 在截止时间上是不敢撒谎的 我主 一百四十几万方 一百四十八万方 一百五十万方 最后一年价格上升的速度非常之快 有些道军是真的急需 一旦有了这等宝贝 九成九的道军都追不上了 正常的飞行速度 就算是河道边缘的道军 也是没有混沌神雷 混沌神火飞得快的 除非啊 也有类似驾驭混沌神火的手段 那么 错过了这次机会 不知道下次就等到什么时候了 就算下次出现 恐怕他们得到消息 宝贝恐怕已经被人买到手了 毕竟无尽疆域太庞大了 消息真的传到耳边 一般都已经晚了 担保世界神还故意去了一趟县塔林 传音给纪宁道 主人 你别急着回来 给我半年时间 半年后你回来 好 纪宁相信他们 因为随时可能截止 加上有些真的很需求 这种自然孕育的神果 其实卖掉一个 还想要再等到一个出现 就不知道要多久了 争价就明显激烈了 纪宁终于从箭塔林回到了仙父 怎么样 纪宁从高空中落下 仙父门口正是苏游击和担保世界神 180万方 担保世界神得意道 什么 纪宁都有些吃惊了 若是卖给大势力 也就百万方的样子 如果纪元好 大量道军争价可能会翻倍 但是十二宫内 现如今道军并不是太多 能卖180万方 完全是出乎了纪宁的意料 他原本认为啊 能达到150万方 都算是很不错了 芒芽国 皇宫之内 虚空十三王座上 伟大主宰看着那悬浮的六十七目场景轻声道 一千年已到 原本在悠闲交谈或者闭目沉思或者静静喝酒的十二位金甲大能都精神一振 主宰 怎么选出最强的 十二位金甲大能都看向了伟大主宰 这些得到古塔承认的世界竟个个了不得 手段也是多得很 怎么才能公平地选出这前四位呢 伟大主宰的胡须洁白如雪 他轻轻抚着胡须微笑道 让他们去闯道军云界 三天之内必须结束 在道军云界中闯的距离最远的四个就将得到这份机遇 闯道军云界 十二位大能们都明白了 剑宫 古老的剑塔林内 时光草屋中 纪宁正盘膝坐着 北明 速来我这 一道声音直接在纪宁耳边响起 纪宁睁开眼 眼神中隐隐有着锋芒 一千年到了 看来是最后一战的时候了 纪宁的剑术 比当初悟出轮回式 以及天地之心时 又强了不少 其实 他的剑术还在不断的提升之中 也没有达到什么平静极限 可是 时间有限 伟大主宰只给了一千年的时间 收了时光草屋 纪宁飞离了古塔林 朝木华公主所在处飞去 木华公主 盘膝坐在一金红色的蒲团上 而前面 也盘膝坐着七名修行者 或是孩童 或是少年 或是青年 甚至也有老者 剑道气息 也个个截然不同 修行者的年龄 甚至心境 都不能从表面观看 有些修行者 很可能到了老年 却突然爆发 踏上修行之路 一千年已到了 木华公主 木光扫过眼前的 纪宁他们 你们是我们剑宫仅有的七位 得到古塔承认的世界境 现在 整个十二宫 由六十七位 和你们同一层次的 都在拼命 要找到这一份机遇 六十七位争夺 四个得到 伟大主宰已经下令 让你们去闯 道军云界 三天内必须结束 在道军云界中 闯得最深入的四个 将最终得到机遇 木华公主说道 顿时纪宁 炎狂建军 吴秀建军等 一个个气息都变了 他们都全力一拼 修行建道上的 本就是一往无前 在十二宫中 道工的世界境最强 新礼宫 时空宫 也都抵运极深 木华公主目光 落在了眼前 七位建军身上 我希望 我们建工 能得到一个名额 别什么都得不到 那就太遗憾了 是 纪宁他们 一个个都肃然了 他们不会因为 木华公主这话 而个个激愤 能修行到这一步 他们个个都是 非凡之辈 同样也知道 尊敬他们的对手 那些对手 可是个个都能得到 古塔承认的 有些是特殊生命 有些也是有着 大机遇的 谁都不能小瞧 尽我全力 纪宁内心中 则是战役争腾 和这一群 得到古塔承认的 世界境闻比拼 虽然没真正交手 可依旧让纪宁 战役沸腾 离心公主 是十二宫 无可争议的 最强道君 即便是 无尽疆域各方势力 也是排名第二的道君 他亲自指点 你们那么久 这次 如果仅仅 只得到一个名额 我都会为你们 感到羞愧 阴风道君的声音 冰冷狂傲 这是他骨子里的性格 他在凡俗少年时代 就被掳获到一个 无比强大的邪恶门派 门派内 个个都是邪恶之辈 当然 对阴风道君而言 那已经是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现在随便呼一口气 都能湮灭当初的门派了 他可是如今 道宫的副公主 他的名声 在无尽疆域 都有莫大的威慑力 公主放心 别说是两个 我们这次 要努力夺到四个 刀宫的这几位刀军 个个充满自信 十二宫 原本一直在等待着 这群得到古塔承认的 世界境门 个个都得到了 几方大能的通知 随后 有些则是 直接前往道君云界 有些呢 则是 先平心静气 欲要最后一天再闯 道君云界 真要闯起来 还是很快的 半天时间就足够了 心立宫 心立宫内 一片的寂静 不管是世界境 还是道君 他们的数量 都是少得可怜 他们得到古塔承认的 世界境 更是仅仅只有一个 封一新君 心立宫就我一个 唉 真是寂寞呀 一位光头红衣 脸上也有着 奇异红色神纹的 瘦小青年 微笑自语道 妹妹 看你哥哥 如何闯过那道君云界 他漫步而行 每一步脚下 都有着火红色神鸟显现 虚幻现实交汇 他显然连走路 都在修行着 他也是整个十二宫中 都鸣声赫赫 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因为 他出自心力宫 心力宫 虽然大猫小猫 少得可怜 可每一个都很可怕 贝塔莱厄 是以光明道为主 心力为福 而封一新君 却是真正将全部心思 用在心力修行上 单单论心力修行上的成就 他是远超贝塔莱厄的 贝塔莱厄 也就是光明一道境界 达到了世界境的极致 伟大主宰亲自指点过我 这次他拿出大机遇 我庆桓 定要得到 这是一名 穿着黑色奇异黄袍 带着高官的青年 他乃是 时空攻世界境中 实力最强的一位 自称 庆桓公子 虽然表面待人较为自然 可实际上骨子里 是非常疯狂的一个 创道军云界 哼 庆桓公子 直接朝时空攻的道军云界 就飞了过去 几乎在得到消息后的当天 超过一半的世界境 都朝道军云界赶去了 十二宫 每一个宫 都有一座道军云界 其中的难度 都是一样的